9月28日南加州喬学界将联合举办 庆祝中国国庆73周年升旗典礼及晚宴 目前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南加州喬学界8月19号 在罗兰钢凯越酒楼举行新闻发布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 张素九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蔡承华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席林甘花 洛杉矶华人华侨联会创会主席马树荣等出席 中美和平友好促进会会长陆强主持新闻发布会 龙的传人我们中华儿女在美国这样一个地方 在洛杉矶一个地方 我们是非常热爱我们祖国的 我们对我们祖国的这个母亲的生日 我们大家都满怀信心 祝贺我们的祖国 繁荣富强 祝贺我们祖国的同胞 生活幸福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的同时 我们也注重推动中美关系的良心互动和发展 做中美友好的桥梁 勾住中国和美国人民的生活感情 我想我们期待一个很好的中美关系的发展 它不仅给美国 给中国 给全世界都会带来好处 带来益处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9月28号这场桥宴跟圣祭典礼的举行 另外我们老桥也发动了9月28号 在参加滩主办这个国庆活动 这个包括了存桥国债 都出来支持我们 我们是9月28号中午在华福 举办 尝试一点点 我们马上点再公布大家 现在已经超过500人报名了 有歌有舞 来给南加州的华人华家 一起来共乡圣祭 共同庆祝 方渡这个国庆晚宴 这彰显了我们南加州的海外华人同胞 中华儿女爱国爱乡爱家人 那么高校联盟是 68家校委会组成的联盟 我们的会员有几万 但是90%的会员来自于中国大陆 所以在振折祖国的73周年国庆的话 高校联盟也是应该出一封礼 然后来庆祝我们祖国的生日 同时我们也很欢迎 在这次的会晤中 我们高校联盟会尽我们的所能 来把这个会晤工作搞好 华夏电台记者罗兰刚采访报道